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那一天 今天我們要來進行默契大考驗 考驗兩對CP 我們四位嗎 對 四位 不能偷看啊 不能偷看啊 一 二 三 余寶貝 余寶貝 對啊 她真的很日系大眼睛 我自己眼睛這麼小 我就很羨慕她眼睛很大 我覺得她應該寫 因為她每次看我就說 就會說一些告白的話 說一些告白的話 對啊 寫出 最喜歡哪種親吻的方式 一 二 三 親吻 親吊嘴唇 所以我有講 欸 你們這樣子都對耶 兩邊都對 親吊嘴唇跟親吻我覺得 不太一樣喔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我覺得一樣 我們真的不一樣 來 要試一下就知道啊 好 試一下 那捨吻是什麼意思 什麼是捨吻 什麼是捨吻 因為我們都是這種 聽不懂 如果假設這是對方的嘴唇 你會怎麼做 喔 我看了喔 算了 算了 自己投入在對方的感情程度 一到十分有幾分 三 二 一 如果我們沒有十分 我們會被罵的人 才會這邊鋸 香菇 CP 寫出 宋偉恩哪個部位最會放電 然後 盧桑 CP 寫出 劉偉恩哪個部位最會放電 好 一 二 三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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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們有 蠻多 蠻多場戲是我們需要 就是深情互望的 然後就是會 一直看到對方的眼睛 然後就覺得 哇 他眼睛很電 我覺得是在演戲的時候 我平常其實比較會 現在對鏡頭有辦法放電一下 哇 喔 好電喔 好小 好 可以開始了 我也可以開始了 好小耶 好小 我以為我是眼睛 鐵 結果 自己以為自己很電 結果還好 我發現他 我們在對於西佑銘很 都很 都很近 然後我發現他的嘴唇蠻 不知道為什麼蠻有故事 江菇CP要寫出 黃俊日哪裡 最 有感覺 最敏感 好 這個鬆恨 這一題就是鬆恨 黃俊 寫出張漢源哪裡 最敏感 3 2 1 喵喵 很吵氣 一直在喵喵 然後蜜條就 喂他起來 你不要忍住 不要笑 不要笑 你想像他很痛 他簡直是掐大腿 一直打我腿 他不行了這樣 我們兩個都是怕咬 然後我們是在 怕咬 拍之前的時候 我就發現 因為他 他 有騎車載過我 然後就是有 突然弄到他 就是反應變得很大 再也不敢碰 你怕出現我 對 講到 愛心 做出一個動作 3 2 1 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作弊的嫌疑 剛尾了一種 你們沒有 我們是在 我覺得不僅剛尾而已 好 那再 再 就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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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意 其實算了 醜意 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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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算 醜4 好 沒有 醜八怪 講到親吻 做出一個動作 3 2 1 等一下 哇 所以你們兩個也是一樣耶 你們 哇 所以你們都拿出來 就是這樣 講到 撒嬌 做出一個動作 撒嬌 3 2 1 3 2 1 想到 向豪婷 做出一個動作 四個都是 對 四個都是 我覺得這四個而已 這應該會一樣 這應該會一樣吧 3 2 1 他是眼睛變成 欸欸欸 兄弟這樣當的 我覺得兄弟才可以這樣 我覺得你得分了 你得分了 我覺得是劉伟 自己得分 我覺得是他自己的 我覺得是他對啦 好 盧準CP獲得 謝謝你的VVV 對 謝謝 我一定會把你 和幫幫他一起吃掉 來來來 那一天 晚上要幹嘛 今天禮拜三啊 你想幹嘛 看那一天吧 看那一天吧 好 那我們一起看那一天 嗯 安安大明星 你們好 我們好 我們是 那一天 大家我們說 哈哈哈哈 嗨 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 那一天 我是黃俊志 飾演余希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宋偉恩 我在那一天裡面 飾演的角色是 向豪廷 大家好 我是劉伟辰 那在那一天裡面 我飾演的是 孫柏祥 謝謝 你好 我是張漢元 飾演的是 盧之鋼 那一天是一部 關於愛以珍惜的 青春校園劇 我的生命從不為誰後悔 陪你浪漫燃燒直到熄滅 珍惜生命中的每次 那在裡面有提到很多 兄弟之間的情感 也有很多情人之間的情感 那也有很多跟家庭 親情之間的情感 我覺得是 每個面向都有兼顧到 然後也可以讓你很輕鬆的 看這部戲的 真的一個 一個節奏 兩組CP嘛 這個不用講了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來的故事 他們來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 兩組CP 好像又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們的是 你們的是 我們蠻探討就是 愛情的這個觀念 還有人生觀 我們香菇CP就是比較 青春一點的 我們比較屬於 丟支球的 就是沒有思考過人生接下來 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或是會遇到什麼樣的障礙 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 青春就是活在黨下 其實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我看劇西庫這個角色 我就覺得 這個絕對是 就是 有點像 灌籃高手裡面的 劉川峰啊 他是非常吸引人的一個角色 然後 默默的 不像向豪廷這麼 呃 華眾虛愁 除了個人很喜歡 宋維也很喜歡 黃俊志之外 向豪廷也很愛劇西庫 就是戲裡西外都愛 劇西庫跟黃俊志 跟你說謝謝 好 喔 OK OK 因為我們自己家其實就蠻好的 然後 欣賞他 怎麼可能吧 對阿 你就講著 我其實還有一個很欣賞他的地方 但是 有點很無聊 就是 我們在拍戲的時候他會 帶一個帶子 然後裡面會裝 各樣的雲食 然後他就會吞我吃 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我第一次遇見他 我們在 就是還不知道彼此 誰是誰 也是什麼的時候 他一進來我就有觸電感 因為我就覺得 哇 還有一個聖火箱 潘哥在現場工作就是 他幾乎沒有脾氣 喔 沒有發後氣 對 我真的印象都沒有 然後 對其他一種 他會 你嗎 沒有 對 對 團隊這種開心果子 他 他 他 有做過什麼最爆笑的事 還是有什麼最說的事 暗色 暗色 我暗色喔 可以這樣講 我跟你比起來 喔 那你比較是 好吧 我印象很真是 有一次有一場戲 是運動服的 用穿體育服 然後都很喜歡炸進去 然後把褲子拉得很高 他就學阿伯這樣 在旁邊心腸這樣 高訓人是我們裡面的演員 對 他平時腳踏就是 什麼意思啊 對 對 什麼意思啊 他的眉毛很有型 高訓人的特色是 他的眉毛會給得多情緒 1 2 3 3 為什麼 我有時候拍的時候 就是 太緊張了 緊張 很容易緊張這樣子 所以就會 花比較多的時間在 看自己不要那麼緊張 我跟孫伯翔 那場戲是我們 我情形是這樣 我要寫東西 然後 沒有在看他 然後他一直叫我 然後我要突然抬頭 然後我們兩個對話 就是這樣 然後那場戲我們笑超多次 不是我們自己這樣講得太熟了 所以我們一對到眼上 我就 我就一直狂掐自己大腿 嗯 比如說 抱我 正面抱我 抱我 抱我 就是抱我的時候 可能頭 就是有點這樣 鑽著的感覺 就是撒嬌 對撒嬌 我對撒嬌就是真的不行 就是會 沒有免疫力這樣 抵抗力 抵抗力 你剛剛很像欸 你也是嗎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會撒嬌的 就你們不要看我 可能在鏡頭前面 這個笑容超級 我很想趕下 我很想趕下 我會覺得在我 真的很餓 可是我沒有講的情況下 然後 喜歡就是 早餐 做早餐給我吃 我覺得 超浪漫的 一早起床 看到了 你可以在床 然後邊 這裡有人叫你起來 可以吃早餐 我覺得 真的完全受 嗯 我是真的很謝謝 就是 那一天的粉絲 然後在開播之前 就 對我非常的支持 然後還 寫卡片啊 然後還有 做一些板子 讓我在活動現場 都看到板子 就不會那麼緊張 然後我是 真的真的 很謝謝大家 幫我準備的寫 謝謝 支持 那一天的粉絲朋友們 謝謝你們 不管是在網路上 給我們一些鼓勵 或者是親自到現場 口碑場 手印會 等等的給我們鼓勵 一定會更努力的拍戲 然後更努力的生活 來報導你們 然後 當然還是要請你們 繼續支持那一天 我要謝謝粉絲 是因為其實我 從來沒有 面對過 面對過這些場合 所以我們不會 我不知道怎麼跟 粉絲對話 怎麼會比較緊張 大家應該 都有看到我在緊張 然後 我有收到禮物 所以 我覺得 你們對孫柏翔的支持 我看到你們 看到 有孫柏翔的寫說 的一些回饋 我其實就已經 很感動 我其實 覺得很幸運 因為 算很官方 那我覺得可以遇到 我們這些選擇 夥伴 然後 愛你 我相信 已經看了整次了 有感受到 我們想要傳遞的 還有 每一個消息集 所以 希望你們 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把每一集 跟著我們一起看吧 然後 一起 我覺得 要找到自己 就是找到最快樂的自己 眼都紅了 眼都紅了 我看完之後 我都快變中國小的粉絲了 因為發現裡面真的太可愛了 來一個 猜拳四連拍 1 2 3 3 4 等一下